全油管最快新闻,深圳悬赏千万群子的谢浩南父亲谢月通过视频发出呼吁, 请求大家不再前往深圳与他进行DNA比对。 谢月表示不会再与任何怀揣浩南梦的孩子接触。 此前,谢月在一场答谢宴上与另一位群子家长握手相拥,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然而,这件事也带来了许多不务正业的人的骚扰, 甚至有人到他的公司楼下自称是他的儿子,要求进行DNA比对。 谢月表示这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, 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主动采写,帮助寻亲家庭团圆。 谢月相信在新的一年里,他的儿子会被找到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